相信大家对于杨蜜这个女人是一定非常熟悉的 同时杨蜜也是王思聪多次表白过的女星 曾发豪言 只要她离婚 我一定娶她 熟悉杨蜜的粉丝不难在杨蜜身上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你有注意到吗 细心的粉丝一定注意到 杨蜜一年四季总是喜欢穿着毛衣 无论是走在机场也好 或者是在拍戏的时候也好 王一似乎是杨蜜的最爱 就算是在大夏天 杨蜜都喜欢穿着毛衣 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尤其是这张照片 这明明是夏天吧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蜜的下半身都是穿着一条超短裙 但是上身已经是一件一成不变的毛衣 真是没水了 难道杨蜜就这么喜欢毛衣吗 在大S的拼问下杨蜜终于肯说出原因了 杨蜜表示自己手臂上的脑肉太多了 所以一直以来都不敢去穿很短的衣服 大S在听到杨蜜这一说之后也是表示惊呆了 并发表感叹 怎么会这么囊啊 所以这就是杨蜜在大多数场合下都不喜欢穿短袖 或者喜欢穿毛衣的原因 真是没想到身材堪称完美的杨蜜 居然还有这个缺陷 这个缺陷恐怕在杨蜜每说出来之前 就只有刘凯威知道吧